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国爱乐团常任指挥夏小汤 坐在我旁边的是非常卓越的优秀的 也是我们中国沈阳当地的音乐家 柳明女士 柳明你好你好 哎呀拿着琴不方便 这基本上好像国际上的很多大团的 这个一线的首席 基本上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 才能考到这个位置 你作为25岁就考到了上海就好 以前的首席 就非常的厉害 第一次跟中国爱乐乐团合作 对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因为是中国爱乐乐团 在国际和国内 其实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句 作为一个学音乐的孩子 就是对于这个乐团 其实是不应该陌生的 我今天听你走台的时候 我觉得你小提琴的音色 非常的动听 而且音色很润 然后乐团呢 基本上都把你的声音让开 然后他们很舒适的 这种丝绒般的 铺在你的声音的下面 你觉得在跟余总总监合作 和跟爱乐乐团合作 你觉得他们能够在音乐的 这种风格气息上 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碰撞 其实这个曲目 整个这个爱乐乐团 其实已经演过很多次了 其实老师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 但是这是因为 每一站是有不同的演奏家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下午 还是从都有过了一遍 但其实是中间没有 什么特别多的停顿 我们几乎其实是一级 很默契 非常舒服 这个曲目我也有在十月份 跟上海教训乐团演过 但是其实是完全两种风格 所以今天跟总盖乐乐团合作 给了我一点新的一些灵感 在演奏上 然后鱼龙总监 跟他合作是非常荣幸的 然后他的这个 对这首作品的把握 以及乐团老师们 对这首作品的这个熟悉感 就是整个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你看啊 作为中国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应该说中国爱乐团 是代表了我们祖国 北方一些乐团的一个风格 音乐家也大部分是北方的 对 而上海教爱乐团呢 代表了我们祖国南方的 一些乐团的一个风格 你觉得这两支乐团 同样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的话呢 他们的这种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这两次演出的话 其实整个从准备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 今天十月份跟上交的话 我们其实是提前有过 大概三次的这个排练的 整个的这个处理 我可能会处理的比较柔情化 柔情化 对 再拉一些比较 比较抒情的这个部分 然后今天其实这爱乐 因为比较仓促 其实今天就是下午走了一遍台 但是其实给了我新的灵感 这个灵感就是我觉得 这个音乐其实 它可以有更流动的处理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在一月上 包括二月这样越好 其实反而就是总监推了我一把 让我觉得好像 也挺舒服的 对 是一种新的灵感 谈一谈你的这个小提琴的导师 对你的一些影响 我的老师 其实就是在学情沙拉中有三位 先介绍一下 对 有三位 第一位其实今天晚上他也会来 就是沈阳玉学生的 沈阳当地的王冠教授 然后中国爱乐里面有很多老师 其实也是他的学生 对其实是真的意义上面 我这样演出我的以前的老师作业下面 所以其实是有点紧张 但又有点激动了 第二个老师 其实就是去了腹中之后的 这种专业老师 叫卫运老师 他的年纪比较轻 所以其实最现在来看 我们就相处成了一师一友 对姐妹 对当然说有点不尊情他 但是就是在我整个成长阶段 对我来说 当时你到上海音乐学复苏 是多大跟他学的 12岁 12岁 对 所以一直到就是高中毕业 所以整个七年都是他来教我 那你当时很不容易 12岁的时候 是自己一个人吗 到上海 对 我妈送我去 送你去之后就把你留在那了 别问我刚来上海怎么样 其实就是苦 一个字就是苦 因为就是离得太远了 一般人都是上大学才会 而且我们国家很大 就是程序与程序 感觉差一点 而且有些 比如说江州户他们地区的 比较近 所以他们周末可以回家 或者放假 但是因为我离得比较远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只能坐火车这样 所以就是还是不太方便 你的这个人生的小晋天 第二个老师 可能不光在你的专业上 可能在你的生活上 也给了你一些关照 对 其实他有时候 过节的时候 会叫我去他家里吃饭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 我出去出国比赛 因为小时候英文还不是很好 所以他不放弃我一个人去 他会陪着我一起去 然后最后一位就是 我现在的老师徐卫林教授 徐卫林教授 对 我们整个这个徐老师的学生 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一个家长 他就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 让我真的觉得我在上海扎根的 其实就是因为他让我觉得像有一个家一样 而且我看过徐老师上课 徐老师特别严格很严厉的 对 而且是要求非常高 所以在他的课唱其实也没有谈论音准 他的节奏 他说这些都是不讲的 都是你自己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们讲的他有讲很多 其实包括你的右手时间呼吸 其实他比较多注重这些方面 今天你在演出的时候 你底下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够出来欣赏你的演奏 他们也难得 家人朋友还有老师 因为现在回来这个城市其实比较少了 他们也难得能够看到你的演出 对 怎么样 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状态 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情绪表达给大家 很期待 包括我在家里面是他们每天发朋友圈说 还有几天 没有回来演出了 对 然后我妈就是我叫他不要发了 但是他好像还是一直不住他 你应该经常回来 作为沈阳当地的音乐家来说 你一定要多在这个剧场 在这么好的这个圣经大剧院当中 为你的这些亲朋好友 为你当地的这些家乡 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国爱乐乐团邀请我 也希望可以借此机会 我以后可以跟沈阳多一点的这样的联系 让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这个音乐文化 可以在就是沈阳可以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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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